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宇宙学 从同星天球理论到日星地动说 从宇宙大爆炸理论到多重宇宙论 新的发现颠覆着旧的认知 最新的研究表明 我们的宇宙也许只是无数互相平行的宇宙中的一员 我们所熟知的三维世界也许只是一个虚幻 过去 现在和将来或许已经同时存在 这些研究发现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现有的理解 对于所熟悉的事物 我们的直觉认知为何会错得如此离谱 震惊之余 您或许会问 这些研究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本篇将和您一起回顾这些最新的研究发现 同时也将为您开启另一扇窗 或许您能看到真实宇宙的多安尼 《淮南子奇俗训》中说 四方上下未知雨 亡古来经未知晝 中国古人将雨理解为空间无限的广大 晝理解为时间永远的连续 现代宇宙学中 通常将宇宙理解为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总称 那么什么是空间呢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难倒了今天的科学家们 空间包含万物 而万物又包含着空间 科学家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这是物理学最深奥的难题之一 早期的物理学家认为 空间其实就是空无一物 现代科学之父牛顿 将空间描述成一个空旷的舞台 绝对而永恒 始终不变 宇宙中的一切都在这里上演 万物在这里更替 演出不影响舞台 舞台也不影响演出 在牛顿的眼里 宇宙好比是一个以固定规律运转的精密的机器 比如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 星系如同一个巨大钟表的很多齿轮 这就是机械的时空观 是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框架体系 时间与空间完全是相互独立的 牛顿力学准确描述了我们周围直觉感受到的一切现象 小到苹果落地 大至地球绕太阳的运动轨道 经历了百年的验证 并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 然而爱因斯坦 却以独到的见识 指出空间其实是一种类似橡胶毯的实体 可以使它弯曲 也可以使它扭曲 还可以使它震荡 我们之所以通常意识不到空间的存在 就像鱼儿也很有可能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 因为它们一直在水里 爱因斯坦指出 物体在运动中时 空间和时间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互影响 相互配合 空间和时间在运动中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时空的概念 这种空间时间一体化的理论 震动了整个科学界 并从根本上击碎了牛顿的空间舞台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光速不变原理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光速不随光源和观测者所在参考系的相对运动而改变 爱因斯坦认为光速之所以能够保持恒定不变 是因为空间和时间都发生了改变而造成的 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加 时间会扩张 空间会收缩 质量会变大 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大 效果就越明显 爱因斯坦在研究引力时还进一步发现 由于物质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时空并不是平直不变的 它会弯曲 而这种弯曲竟然就是引力现象 换句话说 引力其实是幻觉 时空的弯曲才是本质 月球沿轨道运动不是通过地球的某种神秘力量牵引 而是因为它沿着地球产生的时空凹陷转动 时间和空间不仅是一个整体 而且它还会受到物质的影响而弯曲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反人类直觉的理论 不仅仅对宏观领域的研究中颠覆了对现有空间的认知 微观领域的研究中也同样完全颠覆了对宇宙的认识 我们已经知道 现代科学认为 原子是组成世间万物的最基本的单位 即使在原子这样的微观威力中 仍然存在着无比广阔的空间 在对于微观尺度空间的探索中 科学家们发现 即使在微观尺度虚空中仍然不是空无一物 这个空间复杂多变 粒子四处飞奔 互相撞击 惊心动魄 一片混乱 粒子像泡泡一样转瞬即逝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接受了被称为 锡格斯粒子和锡格斯厂的理论 这一理论 假设空间像一个大海 各种粒子静默在这个大海里 当它们在海水里移动的时候 它们由此获得质量 粒子越是努力向前推进 大海对它们的阻碍越大 它们的质量也就越大 尽管锡格斯厂至今未能完全得到证实 然而在寻找锡格斯粒子方面的突破 已经为证实锡格斯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 还发现了一种至今科学无法解释的 超越空间相互影响的奇怪现象 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 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 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 都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 即对一个粒子进行扰动 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 立刻就会感受到这种扰动 这种现象称为量子纠缠 这是量子力学里最古怪的东西 因为它能产生伪媚般的超巨作用 科学家们已经利用量子纠缠 成功地将光子瞬间传送到遥远的地方 科学家们预测 在未来世界里 人类或许能通过量子纠缠 来实现瞬间移动 将人体或物体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 这种鬼魅般的超巨作用 似乎超越了光速 超越了我们所认识的时空概念 爱因斯坦直到逝世前 仍旧无法接受这一现象 有的科学家认为 这种量子间的纠缠关系 其实是量子间的意识的表现 在对于宇宙膨胀率的研究中 发现我们所在的空间中 还存在着更加神秘莫测的基本成分 这个发现震动了整个科学界 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 大爆炸理论认为 大约137亿年前 我们的宇宙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爆炸 使空间向外无限地扩张 空间至此一直不停地膨胀 几十年来 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 空间的膨胀速度在引力的作用下会变慢 然而观测结果却显示宇宙膨胀 没有任何减慢的迹象 事实上宇宙一直在加速膨胀 这也就是说 我们通常认为空无一物的空间 却一直是宇宙膨胀的动力来源 大多数科学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有某种物质在填充空间 抵消了普通物质引力 对于空间的影响 撕扯着宇宙中的星系 拉伸着宇宙的最基本的构造 这种填充空间的神秘物质 被称为暗能量 这一发现完全颠覆了 科学家们对于宇宙的认识 除了暗能量 宇宙中还存在着暗物质 探测发现 普通物质约占宇宙总质量的5% 其余部分则由25%的暗物质 和70%的暗能量所组成 换句话说 暗物质和暗能量 构成了宇宙的95% 而科学家们对它们却毫无了解 目前的各种精密仪器 量子力学 相对论 粒子物理学 所有这一切 对结实暗物质和暗能量 都无济于事 纵观现状 我们对宇宙的现有认识 完全是建立在 这仅仅只占5%的普通物质上的 并且对这5%的普通物质 现代科学也远远没能真正认识清楚 颠覆现有认知的新线索仍然在不断出现 来源于黑洞的现代理论表明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三维世界 或许是一种虚幻 绝对真实的存在 被储存于宇宙表面的二维世界中 也就是说 宇宙中的任何物体 从星系到人类 甚至是空间本身 只不过是一些存储在 遥远的二维平面上的信息 投射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所经历的一切 只不过类似于 全息影像的投影而已 这些就是现代科学 对宇宙空间的最新的认识 可以看得出 尽管空间它无处不在 然而现代科学 依然远远没有真正认识空间 正如苏东坡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紫山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认识到 空间具有这样的特性 那样的特性 然而却永远无法 真正认识空间本身 因为我们身在其中 早在两千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过 他的弟子 世间一切皆是幻象 现代宇宙学也认识到了 我们的这个三维空间 是一个类似于 全新影像的虚幻 似乎现代科学对宇宙认识的越多 距离佛法就越近 其实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将来有什么理论 能代替科学的话 那一定是佛法 因为佛法太完美了 已经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 揭示了许多有关宇宙的奥秘 李洪志大师对他的弟子说 我们这个法讲出了宇宙的真理 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人讲过的 通过李洪志大师对宇宙空间的相关论述 我们能够看到真实宇宙空间的身影 也能够认识到为什么现代科学 不能真正认识空间的原因所在 空间我们看它是很复杂的 我们人类只知道现在人类存在的空间 其他空间还无法探测出来 对另外空间 我们气功师已看到几十层次空间 从理论上也能解释出来 但在科学上还无法证实 我给大家讲过了空间的构成 比如说物质是由分子和更微观粒子组成的 我们所认识的空间也是由这些粒子组成的 现在科学认识的粒子有分子、原子、中子、原子核、电子 然后还有夸克、中微子 再往下现在的科学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那么我讲的是 每一层这样的粒子所存在的那个境界 我们要叫它一个层次面 其实粒子的分布不是面 而在那一层次中 无处不在的不是面存在的 人类没有这个名词 所以就叫它面吧 只能这样形容 就是在这个境界当中 在那一层粒子的境界当中 它构成了一个空间 粒子和粒子之间是空间 而粒子本身里边又是空间 而粒子又能够组成不同大小的粒子 那同一粒子组成不同大小的粒子之间又是空间 这就是我上次给大家讲过的空间的概念 我们知道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和电子 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运动的形式 像不像我们这个地球 与几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的形式啊 你别看它小 粒子虽然微观 但是它的层面可能会更大 也就是说总的体积很大 比如看人 只看人的一个分子粒子是看不到人的 能看到构成人的所有这一层粒子组成的表面 才能看到人 假如能用高倍数的超广角显微镜 把原子放大到地球这么大来看看 上面有多少生物 当然人现在是做不到 看到了你会发现那是另一番景象 对那些生命来说 那也是广阔天地 不仅仅分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 原子和夸克之间 夸克和中微子之间 更微观的粒子之间的空间 都是与我们的这个空间同时同地存在的 人感受不到这个空间差 瞬间就进去了 它和我们的时空差 不能用里程来表示 十万八千里那么远 在这儿就那么一点 就是同时同地存在 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 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 相通的 我们现代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威力 只研究一个威力 把它剖析分裂 原子核分裂之后 再研究它裂变之后的成分 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 看它这一个层次中 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 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 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 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 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 现代科学没能认识到 同时同地存在的不同空间 哪些特性是我们这个空间本身的特性 哪些特性是其他空间反映到 我们这个空间来的特性 现代科学没能对它们进行区分 同时我们对其他空间 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来的现象的观察 又完全立足于我们这个时空 用在这个时空中形成的观念 去认识另外空间的现象 并试图用我们这个时空中 事物运动的规律来分析其他空间 自然会觉得对不上号 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几乎没有距离 而在另一空间中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同样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相距十万八千里 而在更大一层粒子的时空中 可能没有距离 能够认识到不同空间同时同地存在 和它们之间的差别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 和利用概率的必要性了 现代科学认为 光速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最快和不变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爱因斯坦讲光速是最高速度 我告诉大家呀 在同一层次中生命的念力快于光速 而且超过人类这一层次的更高层次 由于时间的不同 最慢的速度都会比低层次的最快速度快 生命是有层次的 不同层次又有着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形式 一切众生与物质都受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层次越高 其速度越快 也就是说 高层次最慢的 也会比低层次 人正式的光速快得多 其实呢 不受时间制约是最快的 但对人来讲 你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用你的概念 宇宙中何种速度最快 都是人的思想 人的认识 就包括我们现有这个空间 这个时间也不是绝对的 大家知道我在转法轮中讲 我说看到那个星体 到我们这儿有15万光年的这样一个差距 其实我也只是用现在科学 人所能够认识到的来讲而已 实际上还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呢 大家想一想 不同的空间存在着不同的时间 我们地球范围之内有个时间场 一切都局限在这个时间的范围之内 那个人造卫星一旦超出我们大气层的时候 它就是另外的一个时间了 绝对和地球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长 那么在经过其他的星球的时候 又有它那星球的时间长 天体越往大去 它的时间速度差异越大 银河系中发生的事情 你说15万光年才能看到 其实我告诉大家 说不定三两年你就能看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光的速度也是受时间长所控制的 穿越不同时间长的时候 光的速度刷刷刷就变得忽快忽慢 到我们地球这儿来的时候 又符合地球的时间长 就变得非常的慢了 你用地球人类所能认识的这个时间长 去衡量宇宙的这个时间 根本就无法衡量的 人类对真理的认识 对物质的认识 对生命的认识 对宇宙的概念 对许多事物的认识 都不正确 包括我们人的发展 现代实证科学要想直接观察到光束 穿越星际间的真实表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通过修炼的觉者就能看到 因为通过修炼 在提升层次的过程中 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眼睛 层次越高 眼睛越多 一眼看去 把所有层次都看了 有别于实证科学 其实修炼才是人类真正认识 真实宇宙的唯一途径 这里所谈到的生命的层次 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法轮大法告诉我们 宇宙除了物质存在 还有真 善 忍 特性存在 宇宙的真 善 忍 特性 在制约着一切 就像我讲的宇宙 有它的物质存在 同时有它的特性存在 宇宙中真 善 忍 的特性 常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因为常人整个都在这一个层次面上 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时 就能体察出来 怎么体察出来 宇宙中任何物质 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 都是有思想的 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 正是这种宇宙真 善 忍 特性 开创了不同层次生命的存在环境 生存方式制约着不同层次 不同空间中的一切事物 包括空间本身 一个生命 同化宇宙真 善 忍 特性的多与少 决定了这个生命的层次 对于宇宙真 善 忍 特性的认识 现代实证科学更是有着先天的缺陷 因为这要触及到精神和道德领域 实证科学对这些是抵触和排斥的 而这种宇宙真 善 忍的特性 却存在于弥漫在所有空间的 一切微观宏观物质中 引力现象一直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难题 牛顿力学计算出了引力的大小 却无法解释引力是如何产生的 爱因斯坦利用时空的凹陷 来解释引力的产生 其实这种解释也不对 当一个生命提升了它的层次 那么这个层次的特性就不再制约它了 似乎科学中认为的引力现象就不存在了 比如在我们这个时空中 为什么人能够稳稳地立足于地球之上 而不掉到太空中去呢 科学的解释是因为地球的万有引力 或时空的凹陷 其实不是的 法轮大法告诉我们 是宇宙特性通过弥漫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的 看不见的物质和粒子间的连带关系在起着作用 科学认为 现在的人生存在地球上 能站在地球上不掉到空间中去 不掉下去 是因为地球有吸引力 万有引力 其实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这个宇宙中 地球的周围有一个庞大的 非常非常微观的物质环境 由层层的物质生命组成的 给人构成了这么一个环境 能够在这里生存 而且有不同层次的 你看不见的微观的水 给你造成了这样一种 能够有植物 动物和物质存在 能够使人在这里有生机 能够生活的许许多多因素 有一种物质 它能够叫人直立在地面上 不让它侧过来 有一种物质就像压力一样 按住人和物体 不让它漂浮起来 有一种物质 能够使人的大脑和器官 一切都保证它稳定 你的大脑和各种器官 要是不稳定 你正常地站着 你会觉得你像躺着一样 或者你站得再直 你也会发现 你好像总是站不直 人它有生存的环境 各个星球都摆放在那儿 就是庞大的宇宙生命 给它安在那儿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钢呀 铁呀 金呢 里边的分子 原子所排列的程序 不变一样 我说没有自然现象 所有科学解释不了的 统统归为自然 却能骗人 这一句话 却能骗了所有的人 我们这个空间中的 粒子之间 存在着一种 神奇的连带关系 正是这种 粒子间的连带关系 造成了现代科学 认为的引力现象 因为地球 与三界内的一切生命 一切物质 包括空气 水 所有的一切 在三界之内存在的物体 都是由三界内 所有的各层粒子构成的 各层的各种粒子之间 是有连带关系的 这种连带 在三界内 它可以在拉力下延伸 移动 就是说 你拉它 它会像橡皮条一样 可以延伸 放开来 它还会回去 就是说 粒子和粒子之间 有一个基本稳定的 存在方式 这就造成了 你只要拿动地球的 这个环境中的任何物体 它都会回到地上 当然不止说 拿块石头 放到别处去 没有恢复到远处 不是这个概念 地球表面 是一个层次的界限 在这一层次中 可以横向运动 因为都在一个层次中 而向超越其层次的 高层运动 就会被拉回来 因为地球上的物体 就是这个层次的粒子 所在境界 修炼的人 通过修炼提升层次后 就不再受到 这个层次的制约 似乎引力就不存在了 就可以起空 就可以飞起来 就是因为你们与地球 有关的表面物质粒子 组成的身体物质 发生了变化 和这个环境中的粒子 断绝了联系 你们就没有它的连接力 没有它的制约牵扯力 那么就可以起空 那么你修到哪一个境界中呢 你在微观的生命构成的 那一部分 就和那一境界是联系的 你再往更高修呢 你就跟更高联系着 就断绝了以下的 所有层次的联系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可能在古书中 如《神仙传》 或者是《丹经》 《道藏》 《性命归指》中 都写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白日飞升 就是大白天 这人飞起来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大周天一通 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 就这么简单 从李洪志大师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 现代科学 对于同时同地存在的空间 光速 引力现象的认识 都有误 更不用说 对超越物质存在的 宇宙真 善 忍 特性的认识 人类说 自己的科学怎么发达呀 怎么发达 很可怜 他根本就没有突破 分子这一层空间 看不到另外空间 人还在沾沾自喜 人类对科学的认识 永远都是在摸索 盲人摸象 这个科学现在就是这样 他摸到了象的大腿 或者是鼻子 他说科学是这样 其实他看不到整个真相 目前实证科学 几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 如何才能突破 如何重新认识已知的事实 和各种史前文明的发现 如何认识其他空间 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各种现象 如何认识那些在我们这个空间中 真实存在 而又超越实证科学 所能触及到的现象 包括精神 信仰 神言 神迹 这是科学的难题 也是对人类的挑战 法轮大法 为人类认识真实的宇宙 开启了全新的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